上海滩有一个号称最美人杀手组织 虽然这个个长相艳丽 但却是最冷酷无情的杀手 这天一个穿着性感小裙的妇女 来到一个电话亭内打电话 实则是最美人对外接任务的秘密地点 可是当最美人总舵主求老虎看到委托时 却脸色大变 并表示这件任务不接 这时委托人中年妇女走了进来 可是求老虎还是拒绝了 直到小丽开始拆身体部位 原来她身体是残疾的 那些部位都是替求老虎挡伤而造成的 扬言不接任务叫求老虎还回来 阿蒂不嫌老爸为难 接下来这次任务 早是喊道这次任务完成后 他俩就两清了 这次任务并不简单 需要找到日本军方丢失的一卷胶卷 日方说谁能找到这份胶卷 就能得到他们的扶持成为上海滩的龙头 还赠送一百条快枪 此时胶卷在菜刀帮黄森手上 为了接近黄森 只能向他的干儿子精神科医生郭天民下手 经调查 郭天民为人谦虚 爱好拉小提琴 开始布置任务 由阿蒂接近郭天民 阿云负责偷胶卷 小萝莉负责站岗 任务完成得很成功 郭天民上当了 邀请阿蒂参加明晚的聚会 这正是阿蒂所希望的 第二天晚上七点 阿蒂盛装出席 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 郭天民深深的被吸引住了 有了郭天民的带路 三人顺利混进了戒备森严的黄森家 随着宴会的正式开始 阿蒂发布信号 三人开始行动 阿蒂意外来到郭天民的奶奶房子里 奶奶眼睛看不见 但是听到了响动 幸好郭天民这时也来看望奶奶 阿蒂趁机躲在床底下 阿蒂听着郭天民对自己的描述暗自高兴 似乎有一种假戏真做的感觉 另一边 阿云偷偷潜入了黄森的办公室 在保险柜里拿到了胶卷 这时警报响起 但是聪明的阿云凭借偷偷躲在身后 没有被发现 可是黄森丝毫没有对胶卷丢失的交集感 愉快地跳起了舞 眼看大公告成 阿云也借机说了 泪小尽快离开这里 之后日方代表胡子哥向黄森告别 表示很快就会安排人和他交易 可是当胡子哥走后 两名杀手杀了进去 将其他人全部灭口 独留下了黄森 但是并没有找到胶卷 而拿到胶卷的阿蒂将其放在桌子上 妇女急不可耐地拿着胶卷到日本人这里领奖了 可是胶卷里只是放着一只小乌龟 妇女内心一万个草泥马奔腾 果然下场悲凉 胡子哥从妇女口中知道 胶片最有可能在囚老虎手中 拿着妇女的照片药物扬威一番 囚老虎完全没有办法 而和囚老虎两亲的阿蒂准备找郭天明告别 却正好遇到了郭天明的师娘 郭天明师娘邀请郭天明和阿蒂一起去家里吃饭 在师娘的故意撮合下 两人喝得醉醺醺的 刚才遇到烈火是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天 两人醒了赤裸裸的躺在床上 看来昨晚发生了不可描述之事 几天后郭天明扶腰而出 看来身体有点不舒服 这时 医院里迎来了一位身受重伤的病人 此人就是黄森 他告诉天明 阿蒂的目的就是为了钢笔 因为钢笔内藏的就是胶卷 所以天明以为阿蒂是一个骗子 而郭天明因为亲生母亲被骗子骗了 最终死在了医院里 所以骗子一直是他最痛恨的 将胶卷交给阿蒂后就赶走了他 之后阿蒂将胶卷交给秋老虎后 再次回去找天明 发现家里一片狼藉 桌上留下字条 需要拿胶卷换天明的性命 可是由于胶卷关于日本人 最新细菌实验的成果 所以秋老虎并没有将他交给女儿 阿蒂独自一人杀到了日本人的大本营 一番厮杀后将小罗罗杀光了 可是面对人妖组合阿蒂并不是对手 这时阿云和小罗利也来了 还将钢笔带来了 可是拿到胶卷的胡子哥并没有放过天明 直接开枪打死了他 而很快小罗利和阿云也被人妖组合制服 局面陷入了绝境 这时最美人头号杀手黑寡妇上场 一招销魂校轻松搞定一切 留下胡子哥让阿蒂亲自动手 阿蒂用钢笔狠狠地将其扎死 在阿蒂走后 日本女人揭开了郭天明的人皮面具 看来故事还未完蛋虚 本期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Goodbye